NEO聊世紀 天天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哥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卡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那瑪雅人最大的特色呢 一開始人口是四人口 所以一定要點織布技術喔 不能會卡人口 那一開始有織布技術的關係呢 所以對方的刺猴跟這個棒棒喔 是比較難燒到村民的喔 村民有足夠血量跟防護力喔 去做一個應對喔 所以瑪雅人來說 在前期的發展來說是不錯的 而且它這個資源永續15%的效果 在鹿肉上跟鴕鳥上喔 都有一定的幫助喔 所以前期來說經濟也不差 那總體經濟看起來 算是一個比較線性平衡發展的感覺 並不會有那種比較顛峰時期 或是比較爛的時期喔 那瑪雅人呢 最大特色還是他的工兵喔 工兵單位有減免的費用 那他的寶兵呢 瑪雅劍射手 是一個跑速非常快速的單位喔 來看一下對手選擇的文明 藍方是選擇了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吃斑馬犀牛的時候 吃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點喔 可以補正哥德仁的這個前期的缺漏問題喔 那以前的哥德仁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喔 這一次的增加之後 哥德仁在前期來說比較容易活到後期啦 不然大部分時候哥德仁很容易在封建時代啊 或是城堡時代初期就被打趴了 那我覺得哥德仁最難玩的時期喔 應該還是在城堡時代 那到了帝龍時代才是他最精華的時候 那哥德仁的話主要打法還是步兵為主喔 步兵有這個35%的減免費用 所以打哥德仁會對這個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疾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後期的話需要遠程單位 可以使用這個火槍兵 還有火炮去做一個後援動作 那我覺得哥德仁玩起來喔 算是偏難的喔 有點偏中難喔 新手去玩的話可能會玩到頭破血喔 是很常見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先來稍微看一下地圖喔 那目前看到哥德仁的地圖上方喔 是有果子的 那左邊呢是有黃金的喔 那這個位置來說都不是很好 而且木區的話也偏離比較遠一點點 安全木區只有兩塊喔 左邊這個木區勉強不能算喔 要到城堡時代 蓋城鎮中心在這裡喔 才可以安全的伐木 那前期如果要小微的話 對他來說成長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小微的話可能是要這樣子的 這裡圍一下這裡圍一下 好那這邊圍一下 這樣子用承認東西全部鋪落在外 黃金的部分可能要插一根箭塔 才會比較好守住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雲大這邊喔 那雲大呢他也別稱克勞德喔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下雲大的話 可以去到直播間看一下 那他也是我們台灣教練喔 也是台灣知名的選手 他的應該算是比賽之力最強的一位台灣玩家啦 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他一下 當次我們打完那個台日交流天梯戰之後 克勞德也有跟我說他下次想要參加 希望下次我們參加這個台日交流天梯的時候 克勞德也可以來跟我們一起參與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好這邊瑪雅人已經點下封建時代了 點下時間算是蠻正常的 19P 但是你要這樣想他其實是18P點下的 因為瑪雅人一開始多一個村民喔 所以你看這邊兩邊時間差了有點多喔 這邊其實18P喔 然後克勞德是打一個19P 喔沒有他打20P喔 更狠 多兩村 好 那哥德人這邊點下封建時代之後要來吃果子喔 那哥德人前期喔 現在很適合打這個棒棒喔 也可以直接升裝甲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但如果真的要升裝甲的話 他這邊就要去採一下黃金了 就要來看一下升封建時代這段時間有沒有去採黃金 那哥德人有個比較奇妙的打法 就是他採黃金的時候 不蓋這個採礦銀店 直接採個二三十個 然後就全部採肉跟木頭 然後後面就直接打 打刺猴 矛兵跟強兵防守 那這個戰術我覺得對哥德人來說 算是蠻有料的 而且不太會缺金 而且金技喔 攀的很快 這個強軍師的威力也很足夠 那哥德人也是可以打工兵的 但是他工兵路線呢 很容易也是被對方壓制住 尤其是瑪雅人喔 瑪雅人有這個 工兵減免的費用關係 所以工兵開局是必然會看到的一個 結果 這邊棒棒第一時間沒有去到貨方 而是看到這邊有老鷹 棒棒往左走 這邊好像沒有洞 但這個挖完就是一個洞 有個洞出來 不知道各的人有沒有看到 雲大了 不會是僵的還是老的辣 這個 填這個墓區非常快速 秒填 看一下工兵 工兵有開始按 後面的金礦三個人挖金 稍微一下 OK 那待會還是要補一下 但現在也不是去補黃金的時間 因為單射箭場 黃金其實沒那麼缺乏 即使黃金真的不夠 也可以按個毛兵 混搭策略一下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看到哥德人這邊是轉出了射箭場 那很有可能 這邊是要先按一隻工兵 然後再轉毛兵 或是直接下毛兵也可以 那為什麼哥德人不能全打工兵 最主要因為他的減免費用 沒有像瑪雅人這麼便宜 很容易 在對射的情況下 這個數量就會有差距出來 所以工兵之後 通常會接個毛兵 是屬於正常狀況 看到哥德人這邊是選擇公毛搭配 那瑪雅人這邊是選擇了兵工場 大會要點下一個一擊射 看到這邊哥德是沒有點下瑪雀的 沒有瑪雀的話 可能就是毛兵防守 然後大會升到城堡師袋 下兩個瑪雀 然後打一個城出騎士暴 然後3TC開農 會比較適合哥德人的策略 好 瑪雅人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看到我們台灣高手雲大 工兵已經過來了 但是這邊還好對手沒有下瑪雀 如果這邊有太多的刺猴過來 這一坨工兵跟老鷹可能會直接被抓掉 好 那這邊對手有點小小失誤 這邊工兵還沒有上了 就直接先開打了 好 但是這邊老鷹控的很不錯 遛了一下對方的棒棒 稍微拉打一下 OK 棒棒持續再往前 事後沒有下 克勞德這邊我覺得蠻意外的是 他沒有補一隻槍兵 因為沒有槍兵的話 如果對方轉馬就出來的話 這個就會有點危險 很容易被直接吃光 雖然現在這個情況也是直接被吃光 好 兩隻工兵回家 這個看起來不能打 裡面有補下毛兵 毛兵補著 然後左邊右邊這邊開始圍起來 這邊算一個中型尾法 也不到小尾 尾的還算是有點大 但沒有關係 他這個地形確實要尾大一點 會比較好尾一點 尾小的話漏洞太多了 這邊兩邊都是打一個混搭策略 混搭策略的話 其實比較看重控兵的部分 因為就會變成兩邊不太會有那種克制關係 可是對方都打得很痛 就會顯得控兵更重要一點點 好 那這邊工兵 看要不要找個機會 溜到後面 不要跟正面的兵對打 可能溜個左邊溜到底 然後從左側溜下去 然後直接偷射一波 然後趁這個偷射的空檔 去點下城堡時代 好 這邊工兵有點尷尬 對面四隻毛兵 直接擊火 先打毛兵 直接爆血 哇 有點痛 好 那哥德仁這邊控兵也是不錯 看起來這邊的牙齒還是不錯的 好 那哥德仁共無想的差不多 黃金沒有爆啊 所以大部分都是木頭跟肉 所以黃金沒有爆 待會肉很快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好 那克勞德這時候在補黃金喔 七個人挖黃金了 那待會有可能 是要直接雙射箭場 出雙升工兵 雙射箭場升工兵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策略的話 通常是點下城堡時代 再補射箭場就可以了 克勞德這邊可能要買賣一波 挖的人黃金有點多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買賣的 這裡市集哪時候補下的 好 我們在左邊這個位置 好 好 就來看一下哪邊會先升上去呢 哥德仁這邊是蠻正常的 這個資源慢慢踩上去 好 但克勞德這邊是有點斷村喔 這邊故意斷村神肉 想要來點城堡 OK 這邊克勞德第一時間 已經點下了封城堡時代 待會對手 哥德仁也是要點城堡 馬舊的部分要不要下呢 看一下哥德仁城堡時代會打什麼 近期有看到哥德仁打這個長劍兵開 其實打的也算是風生水小 長劍兵然後配奴兵 波羅斯戰毛兵的一個策略打法 最近哥德仁蠻夯這樣打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會不會看到 好 這場是先生的裝甲步兵 好 那還點下了一擊防 毛兵繼續按 哇 看來是有機會打這個長劍兵 配戰毛的路線 那這個組合最麻煩的是 你用弓兵的話會被戰毛克制 那如果你用 你要想要克制對方的毛病的話 你就要出戰毛 那你出戰毛的話 又很容易被長劍兵打爆 所以這是有點相互克制的感覺 那如果你真的要完全克制對方的話 瑪雅這邊可能要下一個什麼工程器製造所 之類的 會比較好打一點 像個頭死撤啊 弩炮 會比較好抵抗對方的長劍兵 加上毛兵的鴨子 畢竟毛兵還是很害怕 這個弩炮 還有這個頭死撤的單位的 好 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邊 老鷹到了右側 這邊想要打這個洞嗎 這個洞有點難打的感覺 OK 補下了 弩兵跟一擊農 待會二級木可能要趕快下 工兵也是很吃木頭的 二級木沒有下會很傷經濟 好 這邊掃到一村還不錯 這邊只派了一隻毛兵去克勞德家裡 看一下對方是打什麼 那果不其然 克勞德是打一個雙射箭場開局模式 哥德仁真的是給我打了一個長劍兵 長劍兵開 好 那長劍兵開的話 優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可以打贏正面老鷹之外 也可以壓制住對方的毛兵 那如果對方出弓兵的話 想要來打自己的長劍兵 後面的戰毛兵再繼續補上 又可以繼續做一個強軍式的壓制動作 好 瑪雅人這邊果然也是點下了升級 好 這個英勇士 好 這邊伸戰毛 哇 這個完全就是 照正常邏輯在打的 這個反應非常快速 但是村民術來說克勞德是稍微落後一點點 這邊長劍兵數量也不夠多 這邊毛兵低時間先點對方的奴兵 OK 點掉一隻 還可以 好 繼續點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狀況 長劍兵往前壓 好 然後毛兵 專注打後面的奴兵 奴兵就沒有時間輸出 打長劍兵 長劍兵就可以打出優勢 那直到對面只剩下毛兵之後 自己的毛兵 又可以用當長劍兵 去做一個壓制 好 哥德這時候點下了一擊防 毛兵互丟 克勞德這邊工兵損失的血量有點多囉 好 長劍兵上來硬尻 正面應戰 工兵第一時間想要反擊 但是老鷹正式不敵 長劍兵的傷害啊 打到只剩下兩隻了 而且自家的工兵全部送光 哇靠 克勞德這邊損失慘重 但是這邊偷偷點下了二級伐木 好 補正了一下經濟 好 這邊要下的是軍營 難道要打老鷹爆了嗎 蠻阿倫的老鷹爆沒有像阿茲特克這麼強 因為沒有這個均勻的生產速度增加 算是蠻普通的老鷹爆 也沒有辦法比上硬家的那種老鷹爆的威力 因為硬家的老鷹除了坦之外 還有這個 欸 那個叫什麼 好 食物減免的費用 我剛剛突然想不解 哇 我看到這邊傻眼了 哇 老鷹直接開戳 常見兵還在後面 哇 常見兵有點太慢上來了 OK 最後還是解光了 好 那克勞德現在要出老鷹反擊的話 是有點偏困難的 割的人的步兵便宜之外 後面還有這些毛病 要做處理 可能要把這裡鎖死一下 這裡不能讓對方進來 好 那我覺得對手很聰明喔 先砍軍營 好 果然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開始要把這個對手給反壓回去喔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加速之後看到 哥德仁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老鷹的部分呢 也是繼續按下去 按了四隻老鷹 那純搭老鷹的話絕對是不行的 這個應該要搭配一下 好 後面有一隻單位被抓掉 現在克勞德被壓在家裡有點尷尬 好 這邊抓到一個時機 偷偷戳了一下對方的戰毛兵 好 現在用自己老鷹的機動優勢 把一堆老鷹想要送到對方家裡 那對方看到老鷹家裡往裡面飛的話 這邊常見兵 擠一點射家裡就可以了 這邊兵繼續往前壓給壓力 砍對方的射箭廠或是軍營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剛剛左邊有看到是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還是先行拉走了 邊緣被對方吃了一發投車 這個單位都會損失掉的 好 常見兵直接上來硬砍 進攻場可能會直接掉 這裡要圍有點難圍囉 OK 但是有投子車 還行 投車砸一發 勸退一下哥德仁 喔 但是哥德仁這邊很注重經濟喔 點下了手推車 那克勞德這邊輪走技術還沒有點喔 好 這邊直接用老鷹硬吃掉了一隻常見兵 那當然常見兵 遇到大量老鷹的話 也是很容易被解掉的 但瑪雅人克勞德這邊是沒有要打這個老鷹爆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升級太多東西 好 這裡要開個成人中心囉 開個成人中心挖個石頭 那有人會說 瑪雅人到底要怎麼打哥德喔 我的建議是 不要打老鷹啦 打這個羽毛劍射手 寶兵 然後再配上一些雙手劍兵喔 當肉盾來扛 你要選肉盾來扛的話也不能選這個級兵喔 你當然要選那個長劍兵 老鷹的話是絕對萬萬不可的 之前我們的影片就有解說過了 出老鷹硬扛的話一定是出事的 即使沒有劍兵勇士喔 也要出長劍兵喔 或者是雙手劍兵當肉盾 那為什麼這個瑪雅羽劍射手 是可以當作主要輸出的原因喔 主要是因為 這個他的寶兵呢 有這個對步兵加2傷害喔 即使第一發箭矢是打1滴喔 但是額外才是打2 所以每一下都是打3滴血的傷害喔 所以對哥德人的這個 哥德衛隊來說還是有點傷害的 但基礎數量喔 至少要來到20至30隻喔 才能比較容易射死這個哥德衛隊 所以我覺得現在 克勞德現在的目標就是要趕快蓋城堡 蓋在這個高地喔 然後趕快出大量的羽毛劍射手 才有可能擋得住喔 不然只單靠這個奴兵 配上老鷹的組合喔 這個 哥德人現在太好擋了 戰毛兵啊 配上長劍兵喔 輕鬆守住 但是現在搭配的頭死車的話 可能會稍微有點有主動權喔 除非對手可以燃焦出我的頭死 然後正面用長劍兵砍爆這兩台頭車 那就另擋別論了 好 這邊第一時間 想要來砸長劍兵 但沒有砸到 這邊閃陣閃得OK 直接躲掉了頭車的傷害 好 這裡馬上補下來一台工程機製造所 看來也是要出頭死車 超微反制一下下 好 但這個時間點 其實哥德人盡快要可以點下帝王時代了 好 等台頭死車繼續輸出 這個承認中心可能要棄手 好 村民都往上拉 克朗德給的壓力給的蠻大的 雖然現在兵量並不多 但克朗德這時候應該就已經約約感覺到了吧 這時候已經要準備點下帝王時代了 看到兵量這麼少 就一定要趕快去潛壓 哇 果然潛壓了 第一座城堡壓在對手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再平右一點可能會更好 可以再繼續控對方的金 但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城堡也可以射到對方的承認中心 好 這邊老鷹全部送光 可能是沒控好 所以直接白給掉了 好 這邊直接城堡蓋下去 然後開挖黃金 好 哥德人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那點下帝王時代之後就有65折的步兵折扣優惠了 那待會稍先建一棟城堡 可能要建在這個位置 守護主經跟農田城堂中心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的農田處被干擾到 因為這個是哥德人的命脈 那待會城堡一下之後 一定要要先點一下巨頭 然後後面要點一下 五正斧狀態 那五正斧狀態點下之後呢 才可以再均營 產出自己哥德的位置 這個算是對於哥德人 相當關鍵的科技 只要沒有點的哥德都已經下去了 一定要用這個城堡產哥德衛隊去省那個資源 真的是很容易打輸 好 那來看一下哥德衛隊這邊開始慢慢產出 右邊純銘拉到右側 那其實哥德人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打法 就是粗肉嘛 為什麼吃粗肉嘛 就是哥德衛隊有加這個步兵 這個雙手劍兵啊 劍兵武士 當主力之外 用一些肉馬 去做一個側翼的騷擾 其實是蠻不錯的選擇 結果正面沒有蓋城堡 直接殺了進來 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這個一進來之後 城堂中心被砸之外 黃劍也不能挖 農田這裡也不能好好的防守 直接讓克勞的痛擊到了自己的經濟 哇 雲大這一波打得非常侵略喔 好 哇 裡面補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羽毛有夠多的 好 當然這邊稍微收村 長劍兵直接走進來 這不收村不行 好 但其實受傷的程度來說 哥德人這邊更受傷喔 他也太能忍了吧 如果是我的話 你這邊準備好很多頭死車在這裡等 好 這邊長劍兵直接換掉 頭車砸了一發 哇 全倒 還沒到全倒 半倒 這個死了大概快一半的奴兵吧 哇 這個有點虧喔 好 哥德威隊第一時間 不是來解救家裡的門面問題 而是來先燒了克勞德 這邊的觀念非常好喔 好 這邊做一個閃兵 讓克勞德這邊收村的話 就賺到經濟了 好 這邊趕快補下城堡吧 哥德 但是哥德這邊要補城堡 小心巨型投石機了 所以看要不要把城堡再往後蓋一點喔 例如把這個田低調低調 然後把城堡蓋在中間的位置 偏後方防守 那這樣的好處是 對方的巨型投石機喔 想要來打自己的城堡 或是打巨頭啊 或是打城市中心喔 都會比較遠一點 那自家巨頭 反駛對方的巨型投石機了 這個有史就會大了一些些喔 這算細節的部分 好 克勞德在家裡補下移動城堡 稍微防一下 羽毛劍射手已經出來了 欸 這補在哪裡啊 這邊一直被哥德衛隊 砍村民有點慘 這邊直接大遷徙 裡面村民大部分都跑出來了 這一波克勞德有點重傷喔 好 羽毛劍射手第一時間也是 一隻衝到了後方喔 去做一個反制 來看一下打下哥德衛隊喔 大概八隻打哥德衛隊 傷害來說還不是太過明顯 還是有被克制住的情況喔 可能要趕快點下精銳升級喔 才會有感 好 這邊還是少少的在輸出 哇 哥德人在右邊補下一棟城堡 直接插爆了 克勞德這邊的城鎮中心 這個城堡補著還不錯喔 但中間這個位置喔 還是沒有解決掉 這塊黃金要是掉了 對他來說是超級重傷啊 那哥德人這邊已經要顯為斷金喔 只有六個人在挖金礦 好 大家都在爆挖石頭 沒有黃金的話就沒有哥德衛隊了 好 正面持續推進 家裡沒有出太多的戰毛兵 這一波要打贏可能會有點困難 好 稍微拉打一下 哥德衛隊正面開始尻了起來 但是哪有羽射手 打哥德衛隊 桑拉已經展現出來 後面還有城堡 OK 均勻托斯蒂 逐界都跟蹤 好 這邊有大量的村民在伐木 好消息是 哥德這邊兩棟城山中心都已經被打掉了 裡面有一棟城堡做防守 這棟城堡真的是有點偏後面了 蓋的位置有點可惜就是了 但這邊克勞德沒有空兵 直接無情開射 並扛了城堡傷害 損失了一些羽毛尖射手 但還可以接受 沒有損失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好 右邊城堡繼續建立起來 城堡中心蓋了兩棟 左邊這邊可能要再補一棟城堡中心 才能加強自己的經濟喔 好 剛講完就下了 好 上面這邊也下 OK 均勻托斯基已經殺到了哥德人的命脈裡 那我覺得哥德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把中間這邊搶回來還有金礦處 農田也要搶回來 然後趕快去撒下更多的農田 轉出更多的步兵單位 這樣這個哥德的位置要出多一點 才會有效果 好 哥德跟對手目前兩邊的村民宿只差了四村 羽毛尖射手依舊在輸出當中 哇 哥德人這邊經濟太慘了 我覺得中間這裡沒幹那棟城堡 直接被長驅直入喔 經濟崩了 崩得有點慘 好 這裡用城堡應該可以蓋起來 好 數量開始多起來囉 你看 這個羽毛尖射手 雖然來到30隻的時候 射哥德威隊還是很有感的 尤其是這個高地打第一處喔 哥德威隊血量噴得更誇張 好 終點一下金瑞的升級喔 哇 馬尾射手終於升級好了 血人級之後 血量來到65滴血 遠距離攻擊力9攻 射程是8 好 稍微短了一點點 好 這邊有少量的弓箭手 一樣在騷擾哥德 左邊這棟城堡喔 蓋起來稍微可以讓哥德人有喘息的空間 大會這邊村民可能要再補更多去挖到黃金喔 可能要拉這些村民喔 十幾村喔 去補一下黃金比較好 好 這邊三隻羽毛尖射手 哇 又殺掉了兩村 尷尬囉 這邊水量越來越多 這樣還有機會嗎 尷尬現在出了32隻的馬尾射手 哇 這個村民要變道特寶了嗎 看起來是喔 你要拉更多村民來蓋一下也比較好 好 雖然躲起來之後 各的衛隊還是不能扛住喔 要先測一下 好 這時候哥德人點下了金瑞的升級 瑪雅則是升了二級房 哥德衛隊終於升級好了 但這邊依舊還是沒有點下無政府狀態喔 這樣對他的哥德產量會有點問題 但他目前是想要升級 省了這個升級無政府狀態的科技資源喔 去換工坊 還有這個單位的數量 但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打的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有點綁手綁腳 這個村民術 不是村民術 這個兵量真的太少 難以量產喔 跟錢壓這個軍營喔 給更大的壓力喔 那讓瑪雅人喔 這邊有機會喔 農出更多的羽毛劍射手的話 哥德衛隊待會在後期的效率喔 就沒那麼明顯了 好 那哥德衛隊打工兵系 還是有外增傷 傷還是非常的痛 OK 看到瑪雅人這邊三級防 真兵技術也點下了 那看來瑪雅人也不會出雙手劍兵了 直接要打一個羽毛劍射手一直線喔 那現在的目標呢 就是要趕快拆除對方的城堡 跟這個城鎮中心喔 就可以了 那哥德這邊點下三級龍三級木 開始注重了一下自己的經濟 以村民術來說的話 瑪雅人這邊算是落後的喔 但目前經濟的損傷來說 哥德人是比較重傷一點點的喔 畢竟這兩塊一金喔 都被控住喔 讓哥德人的黃金獲取量 實在是獲取的有困難 這個城堡在掉的話 瑪雅人 不是 哥德人可能就要斷金了喔 這個一斷金 待會即使點下五政府狀態 也沒得有黃金可以出哥德衛隊了 所以現在要如何把黃金奪回來喔 是一大課題喔 好 那哥德這裡沒有轉一些戰矛 我覺得有點可惜喔 如果轉戰矛的話 也有三級射三級防 打這個羽毛尖射手 也是蠻好抵抗的 但這邊先剩的是三級弓 黃金這邊偷偷回來挖 但是又被再度射了回去 雲大這裡打得非常不錯 直接用羽毛射手 射爆哥德衛隊 這個數量還有點可惜喔 如果來個三十幾隻喔 大概三十五隻左右 就可以一發其射 射掉一隻哥德衛隊了 好 終於點下的銀罐 無政府狀態 哥德人終於想通了 無政府狀態也是要先點的 但是這個時候先點下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原來自己的黃金已經歸零 再怎麼按也只能按幾隻哥德衛隊出來了 待會買賣還是要上一點經濟喔 才能傳出黃金來 好 這裡城堡 直接中上扣了一些血 好 三級弓終於補下 那這邊還要怎麼打呢 走 菊羽托斯基往右 開拆了這邊城燈中心 這邊可能農田跟城燈中心都不妙了 右邊這邊也是喔 哇 哥德的大祕脈在右邊 但菊羽托斯基拆城燈中心太快 兩顆石頭飛過來直接殘血 好 順利的拆掉了城燈中心 右邊村民趕快跑 哇 對手太難了 即使村民速度還很多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太多手段 可以反制羽毛劍射手 好 這裡 看起來不妙囉 農田都被踩爆 這裡也是 哥德人現在要反擊非常困難 你看如果這邊有轉肉碼的話 就會出一些大了碼 去Cloud家裡開鬧一波 然後這個黃金也可以輕鬆搶回 但肉碼是有點擋不太注意毛劍射手 但是肉這麼多的話 不按戰毛的話 也要按個肉碼比較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會轉戰毛啦 這個轉戰毛感覺比較直觀一點 也比較好立即的反制回去 好 這邊Cloud的經濟壓制 4000多 5000的木頭 3000多黃金 3000多肉 2000多黃金 即使要打到非常大後襲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又來一波各的衛隊 只能跑了 好 最後一棟城堡 應該是倒數第二棟 只要這棟城堡掉了 哥德人可能就要GG囉 三巨頭已經炸了起來 裡面沒有冰 因為沒有黃金 所以哥德衛隊只有西數的一隻 加上外面的五隻單位 這裡還要想要戳城堡 做一個嘗試抵抗動作 後方哥德衛隊中 找到Cloud大量挖木頭村民 這有機會反擊的回去嗎 好 哥德人這邊圖到了一些村民 但是這個城堡掉了 掉了之後 後方就完全沒有東西可以防守了 無路可退了 哥德人最後買賣一波 把所有的黃金 木頭拿去賣掉 換取了黃金 最後的二十幾隻的哥德衛隊 打出了GG 可德老老這邊 黃金真是 資源真是超級大爆炸的 瑪雅人出了167隻的瑪雅與射手 哥德衛隊出了153 還是被壓制住的有點慘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 由哥德拿下食物的獲勝 瑪雅則是拿下木頭的 黃金的話贏了快一倍 總體而言看起來 哥德人這邊最大問題 還是我們剛剛開頭講 這根城堡插完之後 沒有跟他對保 然後巨頭反制回去 只要一沒守下這個金礦 然後這個金礦也沒奪回來 基本上這場已經輸一半以上了 所以這有時候戰略位置 要趕快顧好是比較重要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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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